目前私人律师科恩到国会作证 抖出川普肮脏事 每句证词都像把历刃砍得刀刀剑骨 2016年川普竞选期间 与俄罗斯相关的案件 每一样都是谎话连篇 莫斯科川普大楼 开发案 科恩承认帮着川普对选民说谎 恐触犯共谋罪 川普也早就知道希拉蕊电邮被俄国害 却知情不报 恐怕触犯共谋罪 甚至还安排小川普张罗与俄罗斯代表会面 一连串通俄门事件 川普想掩盖事实 却被科恩一一举证 恐将面对违反联邦选举法的指控 川普身为一国元首 不但与俄罗斯扯不清 自己还会谎报财产 试图逃税违法 还要科恩帮着他一起将第一夫人蒙在鼓里 科恩拿出川普亲笔签名的支票 证实给付给成人片女星的风口费 科恩在听着会上大爆料烧的人 在越南的川普整个人陷入焦躁 原本愿意替主持川普党子恩的科恩 曾替他收拾过五百多次的烂账 既然身陷淋雨也没什么好再怕 决定让川普体会实话远比假新闻更有杀伤力 三天新闻陈思伟报道